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吃面包就要先发面 我们先来看看要怎么发面吧 面粉 这个是鲜酵母 这个要一小块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准备发面 发面的时候要放一点盐 有人喜欢放糖 但是我今天不会放很多 放一点面 然后搁一块鲜酵母 再多加一点 鲜酵母就闻一下 如果有味道的话就不要用了 鲜酵母大约能放几个星期 我们把酵母和面粉 然后捏的融合一下 这样的话一会儿 发面的话会比较好发 好 现在往里面和水 好 我们搅一下 好 我们搅一下 好 我们将盖子盖起来 嗯 嗯 发好的面里面会有气泡 摘一点干面 我们把面团取出来 我们把面揉一下 揉面的时候不要加太多生面 生面太多的话可能烤出来就不太好吃 不过面太少的话就容易粘手 我们取三等份的面团 面团大约跟苹果大小 我们把面团拉成长条状 有的人喜欢用感觉杖 但是用手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来处理培根 我们把培根切一下 然后把切好的培根放到面团上 培根放好了以后 我们慢慢把培根这样卷起来 因为面团里面有培根 有可能会松 你用手挤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三个培根卷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来处理一下剩下的面 剩下的面我们来做成长棍面包 为了防止烤的时候粘锅底 我们需要在烤盘上放一点橄榄油 橄榄油涂好以后 我们把面包放上去 最后我们在面包卷上再涂一点橄榄油 这样烤出来就会更酥脆 我们在上面打一点花刀 我们这样就可以准备烤了 我们把烤箱调到180度预热 这样烤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烤 烤 刚才放的水有点多了 我再放一点点面